好 如同之声艺人孙鹏住家今天上午遭台北市信义分局和台北市行大及检盗人员进行搜索 目前住家被查够部分火药及匕首以及孙安佐所制作的一把火枪 孙安佐也被同步带回征讯 不排除就是他先前在台北市信义区亮出火枪有关 就而且孙安佐日前才在泰国惹出呼麻风波 但15号他和朱信经纪人现身台北市信义区夜店 因期待瓦斯火将再次引发轩然大波 前天朱信经纪人前往新一分局道案说明时 强调火枪由孙安佐制制射程范围不到一公尺毫无杀伤力 还要大家把它当成是大型打火机 并说孙安佐打算量场火枪让大家订购 甚至他们在8月底准备举办一个活动 到时孙安佐会考虑把火枪带上台做表演使用 但由于朱信经纪人道案说明时也没有携带火枪让警方送宴 确认真的没有杀伤力 因此检察官这次才会指挥警方大动作进行搜索 想要了解这把火枪的详细构造 并且现在将孙安佐及待会诸信经纪人 都会带回台北市刑打制作笔录 以上是我们目前掌握的最新情形 把时间镜头交换棚内 想要看更多精彩新闻影音 请订阅按赞进行新闻 并且开启小铃铛 接收最新的影片通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订阅